大家会观察 在中国崛起的过去的30年当中 它经济已经变成亚洲的第一大了 对不对 全球的经济第二大了 按理说在一个经济如此强体的话 它应该会发挥它在周边 尤其是邻国 它的战略性的影响力 为什么没有发现它应有的这个战略的原因 您的分析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行为 什么作为 就是什么的 让别人觉得如果这个地方 要跟中国的主权问题来 来挑战的话 你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 或者是代价 我们没有这么做 所以那why not 我都想起了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听我们的同事讲过这样一句 就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呢 某国家的某公司 要跟这个越南谈判 要在这个开发这个油气田 但是呢我们的领导人 就跟这个公司领导人 他当时也在北京就讲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中国的市场大 还是这个南沙这一块 这个油田市场大 到后来真的把这个 把这个河河给打掉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陈刚刚才说的非常正确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是需要有一个意志在这个地方 想下的请说 我觉得就是中国就感觉像 在嫉妒别人 就好像就是 嫉妒别人有钱 别人物质特别丰厚 而自己却什么都没 什么都没在做 就是一直在嫉妒 然后我觉得这样 无济于事 其实应该 我觉得应该 想人学习 就把胸怀敞开 就是让人感觉我们很真诚 然后真诚跟人合作 建立这样的互信机制 对对对 现在所有的局面 你认为是因为猜忌所造成的 所以造成周边的邻国当中 中国 就感觉我们总是在怀疑别人 防着别人 然后不就是感觉没有 就是真心去跟 把别人当成朋友去合作 关于嫉妒这个问题 我是有这个不同的看法 如果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一直很宽容和大度的 因为我们看到越南一方面 说和中国是要通过和平的对话 来解决南海争端问题 但是他却和印度签订了石油的协议 而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前一段阿基诺三世访问了中国 带走了很大的订单 但是随后他到日本 却又和日本的这个民众 就是说和他的这些政府的领导人 却有了另一番不同的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种长袖善武 是我们所真心期望得大的吗 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得大的 这位同学讲了 我要敞开胸怀 中国的胸怀又敞开很多 比方说这个石油 在南沙的石油的话 一年的话 现在据统计的话 等于我们丢了一个大庆 一个大庆两三千万吨的石油没有了 现在石油加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这个93、97 现在八块多了 七八块钱了 一公升 那所以后来你看现在这个南沙海 就现在得利的 文莱这个小国家 现在世界首富啊 靠什么呢 靠卖油啊 越南八六年八十八六年之前呢 它是进口国石油进口国啊 那八六年以后你看现在 这个这个这个不光是这个发展五倍 买买大量的这个作战飞机军舰 那干嘛用啊 嗯 哪来的呀 我觉得这些国家 如果在他们感到有威胁感 那肯定会影响到他们那个反应 那么任何国家 他们发展自己的军队的时候 有两个方面 可能是打战的 但是也在另一方面 可能是他们认为 他们要要保护自己 对吧 就是就是维护稳定 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讲 就是很难分开 是哪种的 对中国任何国家来讲 都是都是放育性的 对吗 但是对对方可能是是敌对的 对 实际上他们现在所说的 包括我说 呃 感觉到中国有威胁 为什么他会感觉到中国有威胁 是因为他自己 我拿了东西 而且呢 你这个地方是在真意地区 拿了这么多东西 他才会自己感觉到有威胁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包括这种互信啊 很多东西讲的一点 我觉得他们一个基本立场 就是希望维持现状 希望持续获益 而不希望我的利益上市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 现在中国肯定是一二种国家中的最强大的这个国家 所以中国应该主动的要准备品台 我们应该讨论一些这个 这个我们的事情 就比如经济上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还有军事上的问题 都是要讨论的这个品牌 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 这个一个我们的品牌 就是我的感觉 谢谢谢谢 场下来嘉宾 有谁要补充的来 其实我觉得南海问题 幕后最大的推手是美国 而美国和中国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追求的是一个单极化的世界 而世界正在向一个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而中国就是多极化很重要的一级 所以美国就会以建南海问题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来遏制中国 所以中国也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来回应美国 好谢谢 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应该采取 现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 借用80年代我们军队发展一个 一个主张就是 要忍耐 忍无可忍意还要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而不强 比如说我们现在采取经济手段 我们可能会才打一张牌人家会痒 但是人家痒同时我们会疼 不像不像某些国家 他打一张经济牌人家会特别疼 疼死 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来请 对人认为的话 在维权和维稳之间的话 首先我们应该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反应来维权 因为有了权威才可以真正的长久的维稳 而如果说就按照现在各方面所冤枉的说 就是一味的维稳的话 这样是一个像越南菲律宾 以及中 以及印度和日本非常愿意看到一个局面 就是说他们可以不断以南海问题为要挟 来获取他们的利益 我只想说一个问题 就是国与国之间 他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他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 那就是生存和安全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他的生存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即使他周围没有威胁 但是他意识着自己有威胁 或者他潜意识认为自己有威胁的时候 他就会寻求保护 刚才大家讨论关于周边国家 担心中国壮大发展的情况 我想不管担心也好 不担心也好 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做好老二的问题 作为一个第二的位置 我们要不要主动去挑战 有些国家包括周边国家 我们要不要主动去挑战 那你能挑战成功吗 这是摆在我们中国面前 当前最大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随随便便的 因为南海一个南海问题 我们去发出对哪个国家发出挑战 我想这个对我们长远的战略发展的话 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好南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化 似乎来讲大家又觉得 好像要蛮要动武的感觉又来了 到底你觉得现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最后的时候来请 应该是维稳和维权同时进行 同时进行 陈刚 现在的南海的问题没有到彻底解决的时候 因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是要应时应事来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听任时事巷子 不利于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发展 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好陈刚 首先南海是打不起来的 但是南海问题会越来越朝着中国主动的方向发展 乐如 我个人认为就是强硬的态度会导致强硬的回复 所以我就是我本人认为是最好的是真心 我们已经今天谈到的这些谈判 是包括关于国际法什么的 国际海法 谢谢 好 谢谢 波姐 我用孔子的一句话 就是居所不宜无事与人 我觉得中国朋友呢 应该对某些问题 就应该采取一些敏感的态度 所以印度肯定会回应 中川 有哪些中国的话语你想接用的吗 别干美国 我们要解决 先要解决教育道的问题 就是 哇 又另一个赞场就出来了 好 谢谢 南海 南海有个开玩笑说 南海的男子已经变成难关的男了 变成中国的难题所在 也难为了许多的国家 但是想想南海本来是一个浪漫的词 南海是一个充满和平的地方 但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图 这是军事当中的图 这是一个充满敌意方面的图 但在另一部分当中的南海 他却是陈刚在现场所感受到 他也是一个和平的 也是一个友谊的 而不是一个敌意的一个地方 大海是包容的 我希望针对这个事情 能够和平的相处 达到一个最美好的一个 最后的结果 现在收看 下回